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狗屁仙人 本座是轻虚敬原尊 自当一切以轻虚敬事物为先 可原君身份特殊 事关正邪两道 不可贸然行事 紫阳君以为如何呢 先尊言之有理 先尊言之有理 最后来 我这次是 什么一切 尊言之有理 天赋过人 却因为卷入清虚境内斗 成为玄冥界第一个被关进撕过牙的末尊 真是天意弄上 这墨尘渊也还算有点良心 等我长出新的痴眼灵 修为恢复 我一定要找那对狗男女算账 这不是吧 情绪性丝过牙什么都不这样 这就大了 小丫头 你来了 撕过牙 你犯的事不小吧 本尊可没有犯事 本尊是被人污蔑的 本尊 你是何人称自己为本尊 本尊乃是玄冥界魔尊 风 若 瑶 玄冥界的魔尊不是风尘舟吗 前辈 您在这儿被关了多久了 风尘舟那是玄冥上上任魔尊了 啊 关了多久了 关了多久数不清了 像在这样的地方 难道还要记年岁吗 小丫头 你到底犯了什么事啊 啊 我有眼无珠 看上了 这清虚净的先尊 莫浩黎那样的暴脾气 你也能看得上他 我呸 谁看得上莫浩黎啊 我看中的叫莫辰冤 继位的 难道不是莫浩黎 你眼光挺独特的 千代 您对这清虚净 如此出现 上一任的先尊 宠妾免欺 任由莫浩黎的生母 胡作非为 圆军 因此深恨 趁人不备 虐杀侧君 像这样的丑事 当然没人知道 莫浩黎的生母是侧君 那圆军岂不是 是啊 圆军便是莫辰冤的母亲 还有这等事啊 前辈 您是如何知道 这其中的秘心呢 因为 我便是上一任援军 莫辰冤的母亲 南公月 你 婆婆 她 还枉军 你这个是什么 你的鸿鱼 罗贝月儿拜见先尊 一伤便是事情的经过 而夫人的孩子 早已太死腹中 少君夫人 此事可当真 你别听她胡说 我若是胡说 为何少君要将我的原神打死 若不是先尊寻回我的魂魄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说出真相 不是这样的 这丫头确实是我的婢女 但她是犯了错才被少君打死的 她现在说这些 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报复 就是 一切婢女无凭无据 说的话根本不足为心 少君难道不知 在虚迷境中重去的魂魄 是可以回放一生所见的吗 是可以回放一生所见的吗 我就知道 你一直觉得我不如莫陈渊 这是 这 她的脸 疼了 疼了 玛丽 你杀了我们的孩子 你们现在 还有何话要说 少君 你们夫妇污蔑人群 将她打过丝过摇 就不怕引来两族动荡 生灵涂炭吗 都是你 拿堕胎之前逼我 让我帮你一起陷害枫若遥 走 莫陈渊的娘比莫陈渊还叫吗 再不走 我玄冥界的密信都要把她掏完了 老颜街 你看我这误打误撞 闯进你这里有些时候啊 我应该回去了 不然千世间的人以为我畏罪前逃了 你说对不对 你可不能走 好不容易有人陪我说说话 你不要走 不走啊 老颜君 瞧你我的瓜 不甜啊 我回去了啊 老颜君 鸟哥 故话斑驳 废话剪落 那时我遇见你万物适色 熠细对ой座 一世难舍 心头春风 吹桃花一万朵 且生寂寞 寂寞 岁月几何 秋年的雨水都凝成湖泊 如是你给予我 愿意微笑着 不许舍不对错 你看明月悄悄 相望个银河 从此所有情事都记在你我 一念线山迢迢 不愿存心者 三生是朝阴过 你送他马过 日的相思 夜的寂寞 云圈云树又 简冷雨滴落 青草 怎么红尘颠簸 飞独枯海 逃不出你眼波 你看明月悄悄 你看明月悄悄 相望个银河 从此所有情事都记在你我 一念线山迢迢 一念线山迢迢 古远曾行者 三生是朝阴过 你三大马过 我知你风之躯 飞荡朝夜色 任尽随万白头 你身畔是我 携手繁华起落 灵犀墨说破 带你回眸散 我并莲花一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